貓是一種奇妙的哺乳動物 既是固體也是液體 牠們對於許多人類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既是寵物同時又是精神糧食 有時候甚至還會讓我們人類自願被牠們給奴役 是少數人駕於人類的一種動物 因此貓在華語圈當中被許多網友取了一個很可愛的稱號 喵星人 為什麼會被稱之為喵星人呢? 最主要原因不是別的 正是因為牠們的行為實在是太難讓人理解了 就好像外星人一樣 嬰兒得名 相信大家在網路上一定很常看到 就是有很多那種貓咪把東西給推下來的影片 輕則是一些瓶瓶罐罐 重則是一些家具啊 什麼電視啊 櫃子等等 貓咪都可以用牠的那個巧勁把牠給推倒 真的是一種非常奇妙的生物 也因為貓咪非常的奇妙 所以自從有網路以來 貓一直都是迷因出產的一個佼佼者 然後就在最近有一批素材貓咪 在網路上爆紅了起來 這批貓咪們有的看起來很生氣 有的看起來很驚慌吃醋 有的看起來很 蛤? 正因為牠們的表情以及反應實在是太實用了 幾乎在各大平台的短影音上面 或是影片 都可以看到許多網友們用這些貓咪製作的各種惡創影片 甚至有的影片已經到了有點走火入魔狀況了 那麼這些貓咪影片打哪來的呢? 又被做成了哪些搞笑影片呢? 我們今天呢就是來盤點這些可愛的貓咪名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ZACK老三呆的命令調查局之貓咪片 是的各位要說到我們最近最常看到的貓咪名 除了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這個 齊比齊比恰巴恰巴搖頭貓以外呢 不外乎啊就是這兩隻 生氣碎念貓 以及這隻看起來相當可憐的 可憐嘻嘻貓 其實這兩隻貓咪的影片啊 最早都來自抖音帳號 分別是焦了大肥兔以及銀優詩人光舊爺 在他們兩個人的影片被融合在一起之前呢 最先在抖音上面爆紅的 是這隻委屈貓貓 光當 光當是一隻五歲的母貓 他的這支影片在去年2023年6月10號被上傳到了抖音上面 冤神的影片當中 光當因為肚子餓而向主人訴苦 但主人此時還躺在床上不想起來 光當才發售這個委屈巴巴的 喵聲 看得出來他的表情是真的非常的委屈 而他的主人也有在光當的頻道上面 上傳了許多其他的影片 每支影片看起來 光當都相當的委屈 突突可憐的樣子 真的是很可愛 而當初的這支影片 上傳到今天 已經累積了506萬個讚 30萬折留言 以及163萬次的轉發 在東運上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紅 而另一隻看起來 凶巴巴的橘色貓咪呢 他的名字叫做波仔 這支影片其實更早以前就上傳到了網路上面 在2023年1月份的時候就已經上傳了 而且很快就已經紅了出來 還被擅長用各種動物混音的創作型YouTuber Lekithinis拿來混音編製過 在當時就有那麼一點小名氣了 影片當中他那個直叮叮的眼神 是不是讓你感覺到很少是你媽 或是你的另一半在植物裡的那種感覺呢? 而為什麼當初他會露出這個表情跟想這些貓語呢? 據上傳者驕傲的大肥兔表示 是因為波仔他看到兩隻貓在吵架 試圖在旁邊做出勸架這個動作 才出現這個影片 所以這樣這兩隻一個強勢一個弱勢的影片 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很快就被網友們給發現面前組合在一起 於是就做出了很多種版本 可以說是非常的貼切又寫實 而在迷音爆紅之後 兩隻貓主人也是很懂網路梗的 分別在各自的貓咪面前啊 重現了這個梗 把對方貓咪的影片拿給他看 就算是在現實啊 這光當的表情還是一樣很委屈 而同樣的呢 在這個迷音爆紅後 也出現了很多二創的版本 像是把他們做成音樂 做成手機鈴聲 或者是像日本藝人渡邊直美 他還拍了一個自己的翻拍版本 在推特上面啊 累積了31萬個讚以及4.4萬次的轉推 跟兩隻貓相關的二創作品呢 也接二連三才出現 風靡的程度啊 可以說就讓人看了 不禁都想要 沒錯 下一隻貓咪 蛤貓 這隻蛤貓啊 最近可以說是非常的實用 畢竟啊 生活中實在是太多事情 可以讓我們 像是 內瑪爾跌倒 蛤 麥可 這件事真的很玄喔 這個這件事就很玄喔 可以可以 但這個蛤貓咪呢 其實已經活躍於網路上一段時間了 相信不少網友啊 最近都很常看到這隻貓咪 可以說是實用度最高的一個貓咪名 而這隻貓的名字呢 其實叫做Bankat 牠最早的影片啊 在2021年9月份的時候 被抖音帳號 金星500啊 給上傳到抖音上面來 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呢 作者將這段影片給刪掉了 直到2023年的2月12號 才重新發布了一次 而原版的影片當中啊 其實這隻蛤貓 只是在家裡走來走去 尋找食物 看到主人在拍牠 牠才禮貌性的 喵了一聲 咳咳 對老實在我知道我也很失望 牠的叫聲居然真的也是喵不是蛤 根本欺騙我的感情 所以小當家我說那個蛤呢 那個蛤在哪裡啊 其實這個蛤貓的音效啊 就跟很多名義一樣 也是經過眼花而來的 最早啊這隻蛤貓 在2022年10月份的時候啊 先是被一個抖音用戶 21Pemex改編 他將Minecraft中的 村民的叫聲 HILL 給結合這隻貓咪的聲音 變成一隻 HILL貓 而又過了幾個月呢 到了2023年的5月份啊 這支影片才又被另一位抖音用戶 NYCJAV3啊 給改編成了我們現在常聽到這個 蛤的音效 而關於這個音效來源呢 網路上可以說是眾說紛紛 有一說是來自射擊遊戲 CS裡的音效 而另外一說呢 則是來自於美劇 怪伊豪斯第二季第三集當中 的這句 蛤 蛤 各位可以聽聽看 你覺得像嗎 底下留言 而在這個音效啊 跟Banket貓咪融合了之後呢 可以說是發揮了1加1大於2的效果 很愧了呢 就在網路上爆紅了起來 除了像我們前面講到的 被拿來跟另一個亂土舌頭三養迷音 結合了在一起 像是這支去年10月份 由日本網友Taku將所上傳的 關於我學了完美的日式英文後 到倫敦這件事情 我還安全聽不懂英國人在講什麼 因為實在太顯實了 讓這個迷音啊 被延伸做出很多各種情境 像是學校老師教課 或是打斷元首講話 甚至還有著多國語言版本 這個影片的爆紅 也讓Banket可以說是一行成名 讓他在IG上享有35.2萬的粉絲數 順帶一提呢 前面另外兩隻貓咪 光當的粉絲數高達160.5萬 而波仔因為進場的比較晚 所以到現在只有2.6萬的粉絲數 不過 再小 都還是比老茶多啊 而接下來兩隻貓咪呢 堪稱是貓咪界的舞王舞后 牠們舞動起來 是那動感的感覺啊 真的是晃到一個螢幕 不要不要的 各位有看到牠肥肥又圓滾滾的肚子嗎 嗯 老茶我彷彿看見了我自己啊 喔 你們不是想看這個是吧 我是說每次看牠們舞動的樣子啊 真的可以感受到 一種很奇妙的律動感 我們現在說 這隻左邊戴著帽子的肥肥貓咪 這隻的影片也是出自於抖音帳號 瘦巴巴的胖虎 胖虎就是影片當中的這隻貓咪 根據其主人表示呢 胖虎的三尾啊 是50公分 50公分 以及50公分 這有三尾跟沒三尾一樣 而牠的主人呢 也幫牠上傳過了很多其他的跳舞影片 當然最紅的啊 還是這首搭配上了 艾維兒Girlfriend的動感舞蹈影片 像是洗澡啊 或是出去玩等等之類的 相當實用 而另外一隻酷酷的跳舞貓呢 則是由抖音帳號 Fluffet Pet One 在2023年5月份所上傳的 跟胖虎不大一樣 這隻貓咪的表情啊 明顯酷炫了很多 常常被拿來用在一個人 這貓怎麼可以這麼帥啊 看到這裡啊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批素材貓咪影片啊 都是在2023年的下半年時被上傳了上來 這些接二連三的可愛貓咪影片的出現呢 再加上抖音上面熱心網友們的去背 進而造成了後來的全球貓咪迷嬰海嘯 同樣的這個旋風也席捲了整個日本 日本那邊的網友們 還特地為這些貓咪製作出一個排行榜 幫這些迷嬰貓們分等級 只要打開你的Twitter 並且打上這個 hashtag Nekomimun 各式各樣的貓咪短片呢 都在這段時間裡還被製作出來 有些甚至還有劇情的成分在 就可以知道這些貓咪迷嬰到底泛濫的多誇張 這就讓老師好不禁開始懷疑 這難道是什麼喵星人統治我們人類的計劃嗎 會不會這些喵星人其實真的是外星人呢 他們用他可愛的貓咪迷嬰來洗腦人類 實際上在我們不注意的時候 偷偷透過網路啊 錄清你的電腦 仔細想想這些貓咪的詭異行徑 確實挺不像一般動物的 這時候為了防止你的電腦資料被破壞 你需要用上的呢 就是全球最頂最好用的VPN Surfshark VPN 沒錯 使用 Surfshark VPN 可以有效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讓那些想要害盡你的電腦 手機 網路的人 統統都得吃閉門羹 並且鯊魚爸爸在全球100多個國家當中 坐用3200多個伺服器 讓你一個瞬間想去哪裡就去哪 看國外的影集或是地區限制的動畫作品 只要動用你的小指頭馬上就能看到了 並且只需要一個帳號就可以讓多部中置一起同時使用 你的手機 平板 電腦 甚至連你那台可能現在都不怎麼開的電視都可以使用 是不是超方便的呢 當然啦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這一段都快轉過去了 這顯然是他們的損失 因為他們就看不到老茶舞的精彩斗杜杜杜 以及最重要的 鯊魚爸爸準備給我們調查局觀眾的獨家優惠代碼 輸入ZACKYO 即可獲得的免費3個月使用期 以及全數方案30天內無條件退款 味道就讓你各位一起來體驗一下SURFSHARK 真的很方便又很好用 那麼各位看到這邊呢 是不是也覺得這些貓咪真的很可愛 老茶我得說貓真的是一種很迷茵的動物 因為有些動作還真的只有貓才做得出來 或者應該說只有貓會做出這種事情 嗨大家好這裡是老茶 抱歉各位這支影片等太久了 如果大家有看到老茶我前幾天PO的社群貼文了 就會知道老茶我被魔剪及軟體給搞了一波 原本快剪好的影片直接BAM不見 雖然沒錯各位今天看到這支影片 老茶我又重剪了一次 你們知道嗎 已經剪好的東西然後重剪一次真的是一件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讚 然後我們的頻道訂閱數即將突破20萬了各位 20萬啊 只差了最後不到4000位朋友了 現在趕快訂閱老茶丹的頻道 我們20萬訂閱準備來幹一件大事情 看需要出本分 還需要跳這個什麼美少女無罪之類的 好啦如果喜歡這類影片的話趕快訂閱 然後老茶我們的DC群持續招生當中 不管你是喜歡咪衣還是VTuber的朋友們 都歡迎加入我們的DC群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交交朋友喔 當然啦各位我知道 這支影片還有很多貓咪咪咪沒有介紹到 沒錯我們把它移到下一支影片去了 畢竟現在人好像都不喜歡看太長的影片對吧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問問大家 你們喜歡這些貓咪咪咪咪嗎 你有最喜歡哪個貓咪咪咪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要老茶我來說的話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最可愛的這個跳舞小貓的咪咪咪呢 你看他跳舞跳得多可愛啊對不對 不要下班好嗎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了 還有什麼貓咪咪咪推薦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一支貓貓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